第四届的台中购物节落幕 创下了十大亮眼成绩 其中登陆金额更是创下了358亿 台中市长卢秀燕合体的代言人林美秀 进行压轴抽 不只抽出了一套精品好宅 还有三位百万油电车的得主 同时他们来致电祝贺哦 让这些得奖人士又惊又喜 开心的连声音都在颤抖 难以置信自己竟然中了大奖 台中购物节压轴抽 送出一套精品好宅 得主竟然是他 我们俩一起打电话给你 你想你中了什么大奖 答对了 恭喜你 周小姐有没有 周小姐 但是我觉得你吃货 你花了很多钱 你花了84万 6750块 你买了什么 你告诉大家你花了八十几万 是车子 车子 他买的车子 他买的车子 送的车子 花了八十多万 买了一部车换来一间房子 也被市长卢秀燕笑称 现在是有车又有房 恭喜我们APP上迈过185万 台中购物节第四届落幕 创下十大亮眼成绩 包括工艺专属抽破千万 地区专属抽破十亿 外线是消费100亿 更重要的是APP下载数 185万人次 单落金额更是来到358亿 市长会帮我们公布的呢 是我们的社会数字 压轴抽市长卢秀燕 合体代言人林美秀 不只送出精品好宅 更抽出三位百万油电车得主 五名五万元 以及五十名三千元现金奖 也让这些中奖人相当精细 大家一起努力拼精气 那这次的得奖非常的均匀 那因为我们在奖项设计上 有包括要照顾比较这个 偏向弱势的市场 摊商使用收据的 那等等还有公益团体 那这些呢我们有特别提供 只要在那边消费 我们有提供特别的奖项 我想第四届很成功 那我期待第五届 因为呢记得大家 如果你们下次 一定要来台中消费 记得发票一定要留着 购物节带来的效益 不只造福店家促进经济发展 更让网路声量飙升到15万币 台中政府也承诺将会广纳意见 立拼第五届台中购物节 再创高峰